在内地网站看到这样的一段话,港股看分红更容易进坑,因为你今年分红多,明年可能就没有了,今年没分红,明年可能分的很多,我能随便给你找出好几个帐起来,没有多少分红的大牛股。 荣创1918,维他奶0345,新州国际2313,吉利汽车0175,里02331,安踏2020及信语光学2382。 股息多但股价跌起来一样多的再给你几只。 中国东方集团0581,中国建材3323及云顶集团0678。 所谓的分红,即是香港人讲的派息,有关这一点,我早在炒股密码已经讲过,并且举出例子,指出例如巴菲特的巴棍,以及微远在2000年前的高速发展期,都是不派息的,总之,在股票的世界,股价第一,派不派息,指是次要又次要的事。 中央维稳费效率远迅华府,看某内地网站,指出美国民主基金会,从1994年至2018年,每年均有数十万美元投入香港的项目,总投入超过一千万美元。 这篇报道的原意,当然是讲美国意图搞乱香港。 不过,在我看来,美国每年投入几百万港元,居然也有这个成就,是本小作用大,杠杠非常高的投资。 如果用来比较中国在香港的维稳资金,以数十倍数百倍计,效率就非常之低了。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,记者常常搞错了数位。 例如讲某人炒股竟吃几十万元,炒楼竟赚几百万元,把狠小的数字当成是大数字来报道,这就失却了重心。 不过,我作为爱国爱港人士,对于中央维稳费的无效率使用,实在感到非常痛心,那天我和一名朋友说,不如把维稳外判给我一个人做,只收半钱,效率肯定比现时的高出十倍。